周杰倫底表最強尋眼來到了福州 卻不幸在慶功宴後傳出食物中毒事件 已有20任出現上吐下線的症狀 連擔任嘉賓的彈頭也中標 大海好像看到前世精神 難受相估 什麼這麼可怕的事居然會發生在周董身上 但奇怪在周董社區網站上 怎麼好像沒有生病的資訊 反倒是一片綁山的文章 跟壯哥的約會加上一句 我只想參與喝咖啡的行程 原來是當天慶功宴 周董只有吃一點點 索性的逃過一劫 所以下一處喝老婆咖啡廳的照片 也算是一個另類的報平安啦